我一定要理他 然后让他吃不到我 哈喽 大家好 这边是你们的超仔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年糕 画画 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要来聊一下 到底什么才是熊 你这我干嘛 我又不是熊 你觉得我是熊吗 我觉得不算吧 那你觉得我在那群分类里面我算什么 猴子 我觉得算猴子与翠翠之间的一个存在 肉猴 人家很壮大 那不就是肉猴 那我就是肉猴子 那你觉得你是什么 我觉得在北京的话应该算个小贝贝 如果去上海 杭州啊 可能算个熊吧 你站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如果觉得他是猴子扣0 觉得他是熊扣1 那你觉得你是什么 我是猴子 不是 他说他自己是熊 你刚才还说自己是小熊 我不装了 我不装了 他白了 地球 地球画画他有一个技能 就是他说拍自己照片的时候要用平板拍 这样会有个拉上来的效果 会更像熊一点 对 还要这样就是把平板竖着往上拍 这样脸会扩大很多 学到了吗大家 我一直搞不懂熊跟猪他们有的时候是怎么分的 因为有的人会觉得就是只要体脂率一高 他就是熊 但在我这边看来我觉得如果是熊 一定是肌肉的 就他肯定是有健身的 并且胸会比肚子来的大一点 不是吧 明天是好看的叫做熊 不好看的叫做猪吗 是吧 好看的才叫做熊 我真的不能接受有一些是 胸都下垂了 还要叫自己是熊的 可能是这样子的 很多 不是很多吗 不是很多吗 九年 那你觉得什么是熊 好看的猪 好看的猪 不会气 那你一定要有胡子吧 然后要有胸肌 对吧 胸肌肯定要很棒 对对对对胸肌是很重要的 对一定要把衣服撑起来 如果说那个人不健身 他就叫乳房 如果健身了就叫熊肌 对不对 那好好你觉得呢 就是好看的熊就是熊 不好看的就是猪 所以这是宽带 应该很宽带吧 我很宽 对你好宽带哦 我特别宽 所以你就是什么都能吃 吃得下去 不接虫吃不下去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年高以前的照片 年高以前呢 是在北京生活过三年的时间 然后让他来分享一下 在北京如何受到霸凌的经历 啊 不不不霸凌吧 就是 在我大一的时候 大一的时候去dice 然后我就是打招呼 可能人家都不会正眼看你 真的啊 你还主动跟别人打招呼 对我当时大一的时候 对新鲜事物其实很好奇 新鲜事物 对 例如男人妈 哈哈哈 这可以说的吗 这可以说 啊 诚实一点吧 对吧 然后我在当时在软件上跟别人打招呼 嗯 因为当时自己照片都很瘦的 然后 以毒不回很多的就是 哪来的猴子滚开 那个表情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嗯 在我去年就是非常熊 可能比较熊 重要眼的时候 我看到了别人给我打招呼 我看到了 两年或者三年前我给别人打招呼的一不不回 啊 就真的很 那如果是我就报复心就上来了 我就不理他了 啊 我一定要理他然后让他吃不到我 哈哈哈 哈哈哈哈 nice 那来聊一聊华华的经历 华华在北京有没有遇到过一些 就 不人问津 不人问津吗 我觉得华华的话我可以说一说 哎真的 对 就就 我给华华介绍两个熊之前 啊 可是 好像都没有下文了吧 在这里贴我的商品网上干什么 又拿来一遍修掳我 啊 那我们那我们听听华华自己怎么说 啊 啊 就是有可能就是有可能不太合适 就是那种熊后练的熊就是会犯的禁忌 会造天谴 所以就就没有下文了 就有可能就是我不合适吧 就错的也不是熊错的是我 我就很好奇为什么在北京那么多人洗熊呢 在别的地方好像还好 可能会不会是北京在北方吧 应该是大家都喜欢粗黄一点 啊 对吧 那越往北啊你这么说 越往北越喜欢越粗胖一点的了 对啊东北的其实熊不也很多吗 是吗 是 我要去东北 啊 你会受快人吗 哈哈哈 就北方会偏熊 南方会偏猴子一点 是 对我想往上来说 我觉得我在 我这样的在上海已经算比较胖的 可能是 你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 啊不 但是在北京很多的我一些熊的朋友都告诉我说 你多吃点 不要再减肥了 我有个朋友就是你知道吗 就他以前有一件照片我觉得特别好看 到后面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现在已经逐渐猪化了 然后他的朋友一个近的跟他说 你是熊 你是熊 可以说的吗 就是一个人他明明是越来越胖 因为他不健身 然后他越来越胖 越来越发展成像一只猪的样子 他身边的朋友喜熊妹就跟他说 不对应该叫喜猪妹 就跟他说 你是熊你是熊 在盘边念 然后他就会觉得 我是熊我是熊 我要吃的更多一点 就是在北京很多熊可能说我是小飞飞 比如说可能还有点瘦 那我在他们面前就是猴子 当然是猴子 我觉得太搞笑了 所以我就真的就不是很懂 就是感觉不同的地方 对熊猪的定义什么都不一样 还有猴子 不过真的会有熊喜欢猴子吗 熊喜欢猴子不是会受牌子吗 你喜欢猴子吗 你喜欢猴子吗 咱们 咱们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们是喜欢熊 还是喜欢什么 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们之前有问过我 然后我也不太清楚 我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范畴 他们说我是肉猴子 那一个人在村里面有没有熊 然后你也喜熊 这可以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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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上说说不喜熊 但其实还带着熊 所以熊才是同声量的终点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大家对熊跟猪的定义 还有什么见解的话 可以在弹幕区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